我是李云飞 那这场当中很多人会遇到这种情况 就是领导的能力呢 还不如自己啊 还要自己去服从领导的安排 心里感觉很不爽 那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办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领导不如你的原因 那第一种呢 就是领导既然能坐到领导的位置啊 那就证明肯定有他的特长之处啊 有可能他只是站在某个点上去衡量个人的能力不如你 那领导的能力呢 要求的是综合能力 处事不及 以及对工作大局的规划及协调的综合能力 当然领导更不是全才 这很正常 马云呢 连电脑都不会 不是一样把公司做的这么大吗 毛泽东连枪都不会用 一只笔杆就一样可以打天下不是吗 所以说领导的能力呢 肯定不是你在某一个点上去衡量的 那第二种 那这场当中真很有可能啊 领导不管是在哪个方面还真的不如自己 那这种情况下 要不你就是刚入职不久啊 千里马还没有遇到真正的伯乐 那要不呢 就是领导是公司的空降兵 短时间之内 你很难看到其能力的所在 当我们在职场当中 那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如何办呢 那首先第一点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领导就是领导啊 不能因为他在某个点上不如我们啊 就洋洋得意 再者如果领导都能面面俱到的话 那还要你干什么呢 你的价值又何在呢 其次你更要高兴的是领导在某个点上不如你啊 这样你才能啊体现出你的价值不是吗 所以呢 至少当中你只管做好你自己的分类事 在工作当中要多配合 多协调领导的工作安排啊 看人呢 不要鼠目寸光 这样你的能力啊 才能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 那第二呢 如果啊 你真的是蓝寻的千里马 遇到了庸才的领导 你也不要中日郁郁不得志 是金子啊 到哪里都会发光 当然考验一个人的能力呢 并不是三年日就能看出来啊 是要经过长期的工作积累和综合体现 以及呢 多方面的经验的这个累加 那并不是你说你是千里马 领导就马上让贤于你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领导就真的是个庸才的领导 所以呢 在工作当中 如果你觉得你很有能力 那么你就尽其所能的把工作做到最完美啊 让领导呢 少操心 当然你的能力得到别人的认可 你的位置啊 也就会做相应的调整 还是那句话 是金子到哪都会发光 但前提是你要以积极的心态 而不是呢 羡慕嫉妒恨的心态去工作 那这样才更有利于你啊 工作上能力的激励和发挥 有能力的领导都是熬出来的 慢慢熬吧 好了 今天呢 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见 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